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單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單消息 王喜和曾志豪分別在Facebook上透露 他們現時身處海外 王喜已經抵達了英國 而曾志豪亦去了台灣 第二單消息 林鄭在今日談及到移民潮時 就說會尊重市民選擇移民的決定 但他同時又說到 說有不少人在離開香港以後 才會發現香港的好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我們先去看看王喜和曾志豪的情況 王喜日前在Facebook上透露了 他現時身處在英國 而且也去到英國多個景點 那時候打卡 曾志豪就在Facebook上發了一條貼文 說他已經去了台灣 很抱歉 沒有能夠好好地跟各位說一聲道別 其實他又不需要覺得抱不抱歉 因為去與留這個決定 其實也是很個人的 所以他也不需要在事前跟任何人交代 他即將要離境的消息 因為這也是很合理和很可以理解的事 沒有理由一個人在離境之前 就不斷地敲鑼打鼓 招搖過市 否則只會引起注視 也是很無謂的 保持低調才是最好的辦法 而在網路上 有很多人都是為他們兩個 已經離開了香港 握手稱慶 紛紛祝福他們在外地平安 王喜和曾志豪決定離境 事實上也有他們的道理 因為王喜曾經拍攝過一些片段 那些片段是對於警隊 予以百般的嘲諷 曾志豪更加不用說 簡直是被港台都兜走了 所以當他們可能認為 自己繼續留港會有一定風險的時候 他選擇避險完全是很恰當的 尤其是他們所做的工種 很大程度上 其實是不會受到地域限制的 只要他們所身處的地方 是有網線 是可以連接得上互聯網的話 基本上對於他們工作的後續發展 不會有什麼大的影響 只不過 之前香港電台 就是成為曾志豪的一個基本 令到他沒有辦法離開 如果他不是做港台的話 他基本上就找不到一個原因 要繼續留在香港 現在在互聯網做節目 根本上是方便到不得了 眾言他已經身處在台灣也好 他照樣可以跟他在香港的拍檔 繼續做網絡的節目 而且現時互聯網的技術 已經是很先進的了 就不會像20多年前 談IDD長途電話那樣 有兩三秒延避的 說完話之後 要隔兩三秒 對方才能聽到自己的聲音 現在在互聯網說 即時通訊 就真的是即時的 所以作為一個KOL 其實他無論身處何方也好 分別都不是那麼大 黃渤有首詩是這麼說的 海內全知己 天涯若彼倫 即是說 就算你去到哪一處地方也好 都會找到你那個真心的朋友 都會有你的知己 都會有你的知音 好了 什麼叫做天涯若彼倫 即是說 就算你去到一個很遠的地方也好 就好像在鄭隔離一樣 那現在 互聯網的世界 正正是可以做得到這件事 所以 那些KOL選擇往外地移居 根本上就是一個很恰當的做法 因為香港的言論空間 真的收窄了很多 很多的話題是不能觸碰的 很多的紅線是不能夠愉悅的 問題就是 就算你不說這些話題也好 當本來在香港 有一些比較激進的聲音 已經是消失了的時候 相對溫和的聲音 就變成好像站在前排一樣 與其冒著一些很不必要的風險 那就不如索性離開吧 其實 留在香港做KOL的 如果 他不是做藍營的KOL 基本上都沒有空間 沒有運行的了 最後都是終須一別 差遲早的問題 好了 接著我們再看看 林鄭今天出席商臺節目的時候 講到有關於移民潮的話題 林鄭說到 香港在每次經歷過大轉變之後 不論是回歸前後 都會有人因為不適應 或者是焦慮而選擇移民 他就認為 市民為了自己和家庭籌謀是理所當然 他是會尊重的 但是有不少人離開了香港一段時間之後 就會知道香港的好處 他又說 有不少內地和海外的創科人才 都願意來香港發展 這就是林鄭的說法 首先他就說很尊重市民移民 既然你說得上尊重的時候 不用說其他事情 你不如要發還強積金 給移民的市民好過 你尊重就不是用口 要有行動 要實際 言兜兜才是 橫樹的錢 其實都是市民做工的時候 自己去供款 老闆當然有份工 但是都是他的勞動成果 為什麼不發還給他 你尊重他移民是沒用的 你尊重他口頭上 行動上 那都是他的錢 你發還給那些人 另外林鄭又說到 以往移民潮也是發生過的 但是以往的移民潮 和今次的移民潮 有一個最重大的區別 就是過往移民潮 所擔心的憂慮 在一段時間之內 其實是未曾發生到的 所以有部分 尤其是移民到加拿大的不少人 在他坐完移民監之後 就回到香港 所謂回流 那這班人 本身已經擁有了外國護照 故此 他們要離開的話 就可以很灑脫 拍拖子 買張機票便離開 當然 他們也要處理好 留在香港的資產 這些是後話 他們自己想 但是這班人 其實可以隨時動身離開 而今次移民潮 和以往的移民潮 最大的區別 就是在於 他們所擔心的憂慮 究竟是發生了未 今次的移民潮 大家所擔心的事情 是眼前的事情 是正在發生的事情 至於九七之前的移民潮 基本上他們擔心的憂慮 是未曾在他們眼底下發生得到的 只不過有一班人 預計到他們所擔心的事情 將要發生 所以就先走了 但是 他們走到差不多的時候 可能發現不對勁 香港還是繼續繁榮穩定 回香港賺錢 這些事情 很靈活 因為他拿了一個外國護照 他就可以隨時拔掉 所以今次的移民潮 和之前的最大的區別 就是究竟他們的憂慮 發生了未 既然是正在發生的時候 你說現在的那班人 會回流的機會有多大呢? 林鄭又說到 說不少人在離開了香港一段時間之後 就會知道香港的好處 其實 就算沒有離開香港也好 人都知道香港是有很多好處的 我也認為有很多好處的 問題就是 政府做得頑皮 是不會管治的 最不好就是政府 但是問題就是市民沒得選擇 繼續是由這班人去掌權 既然山不轉就路轉 唯有就是人的變通 既然改變不了客觀事實的時候 唯有人自己轉變 人就只能怎樣轉變 有條件的 他便離開 沒有條件的 或者他不願意離開 唯有做別的轉變 可能是在心態上作出一些調整 有些人可能從此 就會選擇躺平 也不奇怪 反正來說 一定會有所轉變 無論是離港也好 留港也好 都會轉變 當然信念是可以堅持的 但是 有一些行為方式 肯定會轉變 好了 至於林鄭又說到一件事 就說有不少的內地和海外創科人才 都願意來香港發展 其實這班人好話不好聽 就把香港當作成為一個跳板 他最終的目的地也不是香港 只不過是藉著香港的機會 來跳出世界 這就是很多大陸的所謂專才 都是有這樣的想法 基本上香港是留不住這班人 而這班人在香港 他們自己也有一個群體 叫做港漂 這班港漂 就連粵語都懶學 亦都是不願意去學 亦都是跟香港的主流群體生活 是格格不入的 因為他們自己圍內有一個圈子 甚少說會跟本地人 有些什麼交流 或者往來 總之就是把香港當成一個跳板 夠時間 找到機會 他就會離開 所以這班人 亦都對香港 是沒有什麼歸屬感 純粹就是香港的一些過客 所以他說有班人願意來香港發展 這個發展就不得長久 長久就是幾年 拿到特區護照可能都會離開 短就兩三年 找到門路 找到單位去招聘他 或者找到學術機構延覽他 他都會離開 莫講說港漂 其實香港本身也有很多裸官存在 做官的自己本身 基於法律的限制 放棄了外國國者 問題就是 很多做官的 本身自己的直系親屬 都是擁有外國護照 擁有外國居留權 經常要強調外國者治港 問題就是 這班外國者擔任高官的 很多連自己的子女 連自己的老婆 都是勸說不到的 一樣是照拿外國護照 又採你一傻 其實這班人說話有什麼意義 尤其是做裸官的那班 麻煩真的照鏡子 你經常出來說 叫市民愛國 說要加強愛國教育 為什麼這班做家長的高官 都要安排自己的子女去海外就讀 甚至乎在海外畢業之後 就留在海外繼續工作 都不回香港 既然他們說到 香港好像是很多機遇 又大灣區9加2 又一帶一路 為什麼還要選擇留在外國那裡這麼愚蠢 不如回香港吧 是不是 又不見他們的子女回香港 另外就是林鄭曾經是抑述過 說近幾年最開心的日子 就是2012年的農曆新年 即是說加入梁振英的問責班子之前 他就抑述當時已經大致上決定好要退休 因此就抽了時間和她老公去英國看樓 打算在她兩個兒子的學校附近置業 過一些家庭的生活 林鄭又說她對於退休生活是充滿期盼的 經常都去思考退休之後的生活是怎樣 非常開心 這些就是真實的情緒 是政治不正確的 因為她說要退休之後移民去英國 她就最開心 但是事一時比一時 現在又說很多人離開了香港之後 才覺得香港好 既然你覺得香港好的時候 為什麼你當時又說英國好呢? 還說要打算去那裏看樓 到底你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 這些說法是有前後矛盾的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